牛心番茄的聚传是起源于意大利 但是呢世界各地都有种植 而且它是一个品系 大概有几十种三四十种 比如日本牛心 还有俄罗斯的安娜牛心 等等 因为这种番茄长得巨大 而且是新型的 红色的 看起来就像牛心 所以称之为牛心番茄 这个呢是牛心番茄的正常果形 这样的新型的 它有时候呢也会发生 一些变化 比如这个长得非常大 一般正常果形呢 它的重量能很容易达到200到300克之间 但是呢有些巨无霸 它能长得非常巨大 比如这个 569克 像这个 这钢薯 416克 我们来切一个正常果形的 它这个皮呢还是比较薄的 很容易裂裹 裹病处 这个番茄味很浓 它这个皮也稍薄 你看很容易烂掉 它的皮真的很薄 清晰一切就烂 你看它的果肉很充实 多个小种腔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巨无霸 哇哦 这个果肉太 真是太好看 你看它果肉多厚 它种相很小 几乎没有种子 果肉很厚 汁水呢 并不是特别多 种相小 而且种子少 它的汁水呢 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它很适合搭配三明治使用 我们比如切上一片 把这个加入三明治中使用的很完美 你看它这个肉 是有多厚 你看它的皮真的非常薄 吃起来呢 口感非常好 这个番茄呢 酸度很低 但甜度呢 并不算特别高 牛心番茄的花呢 非常多 你看这个樱花絮 十几个花 它的果量呢 也非常大 我们最好是及时树花树果 一个花絮让我们保留两三个就可以了 像这个是三个 对于基部的老叶呢 黄叶呢 我们及时的要输出料 牛心番茄的主案呢 稍细 而且叶片比较松散 它的抗病性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叶片松散 通风呢 透光性比较好 所以呢 菌类病悍呢 比较少发生 这种番茄呢 它总能长得非常大 你看非常大 对啊 在那个肯定里面 道理